泰国的鬼面节,古老而神秘 人们会戴上鬼头面具再歌再舞 祈求来年风调雨睡五谷风登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鬼面节在当地又被称为鬼节 据说这天鬼门关大开 死去的鬼魂可以重返阳间完成未了的心愿 阿兵是在海国发展的偶像艺人 这次带着几个朋友回到泰国老家 是要了却母亲的一桩心事 母亲曾发愿要在家乡修筛一座寺庙 行筛积德的同时还能负责子孙 本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善事 但阿兵回来的这几天总是噩梦不断 他不止一次梦到自己被人推下了水台 每次都会出现一个中年男子过来救他 而且似曾相识 在慢慢沉入台底的过程中 还能看到两个叫不出名字的雕塑 这天三人出来逛街 竟然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那个中年男人的面孔 阿兵不由分说追了过去 可等来到人群中央时男人诡异消失 正前方竟然出现了梦中见到的那只恶鬼 与此同时另外一遍 助理阿诺收拾东西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可转过身后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他自己 很快他又在玻璃上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影 但转头回去对方却再次消失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这次回来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阿兵带着朋友们来好友兄妹俩的饭馆吃饭 多年不见自然少不了开怀倡议 期间阿兵提起他们另一个儿时的外败阿德 哥哥刚要开口却被妹妹及时制止 随即又以喝酒为由岔开了话题 可能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当天晚上阿兵就梦到了小时候的阿德 阿德天生吐唇且脸上长有胎记 经常会戴着一个纸柄做成的面具 其他小朋友都把他当成怪物一样看待 唯有阿兵愿意与他在一起玩耍 就在这时男人突然被外面传来的异想惊醒 本以为是哪个朋友在外面瞎逛 不料出门就看到了梦中出现的那个戴着面具的恶鬼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阿兵好奇的跟了过去 没想到仅仅一个转弯的功夫对方睡间消失 阿兵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纸质的面具 像极了阿德小时候戴的那种 阿兵俯身捡起来拿在手里仔细端详 阿兵被吓得急忙转身锁死了房门 可外面马上就传来剧烈的撞击声 似乎有一个人正在试图破门而入 片刻之后外面没有了动静 可下一秒 一个鬼头面具死死扣到了阿兵的脸上 面具似乎具有魔力一般快速与皮肤融合 钻心的疼痛瞬间揣遍全身 阿兵使出吃奶的力气把面具从脸上摘了下来 同时也硬生生扯下不少皮肉 可对方似乎还不肯罢休 在阿兵惊恐的注视下 面具诡异的慢慢浮到了空中 恶鬼朝着阿兵步步紧逼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不住后退 好在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此时已经天光大亮 但阿兵依然感觉到脸上隐隐作痛 脸颊上似乎还出现了一道不易觉察的痕迹 当天上午众人前去查看寺庙的修缮进度 不料进门之后却没有看到一个工人的影子 正在众人疑惑之际 匆忙赶来的小和尚给大家揭开了谜题 上一波负责修缮的工人刚刚撤走不久 寺庙正在紧急寻找新的承见商 但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这个工程 就在这时开饭馆的两兄妹及时改道 不由分说拉着大家逃出了寺庙 一直跑出去很远才敢停下了脚步 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大家也能明白 这座寺庙里面闹鬼 相信看过鬼寺兄林前几步的朋友们都清楚 阿兵和他的朋友似乎是千年不遇的撞鬼体制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寺庙就会闹鬼 小和尚告诉大家 几年前有个僧人诡异的吊死在了那座佛堂 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一个猙獰的鬼头面具 很多走夜路的人都曾见到过那只厉鬼 装修工人盖活时也总是怪事频发 慢慢的便不敢有人再靠近那座佛堂了 而吊死在佛堂里的那个僧人 正是前面阿兵提到的儿时玩伴阿德 阿德从小就因为长相的原因特别自卑 总是被小朋友们当成怪物一样看待 受尽了周遭人的白眼与恶言嘲讽 又因为其歹小懦弱不敢反抗 只能把无尽的委屈与不敢往肚子里咽 也只有在阿兵面前才敢退去自己的伪装 看到阿兵脸上露出善意的笑容 阿德便认定他是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 随后众人来到阿德的坟前祭拜 由于他是非自然死亡 不能在寺庙里游高僧超度实施火化 所以只能以肉身入关进行吐葬 回去的路上大家心情都非常悲痛 不料就在这时 车子弯弯扭扭停到了悬崖边上 只是撞到石头抱了一个轮胎 外星没有造成车毁人亡的局面 就在大家忙着修车的时候 阿兵仿佛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召唤 鬼使神差的朝着湖边走了过去 等好友们发现异常事已经为时已晚 但更加糟糕的是 他竟然看到阿德在拼命把他拉往水下 就在这时那家蛇神及时出现 环绕着阿兵的身体把他送出水面 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拉上了岸 恢复意识后阿兵才猛然发现 入水时的场景竟然与梦中惊人的一致 回去后阿兵百思不得其解 小时候他与阿德的感情最好 为什么死后他却要选择对自己下死手 为了搞清楚背后的真相 第二天阿兵带着阿诺再次回到了那座佛堂 他想当面向阿德未清楚其中的原因 可还没等两人怀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恶鬼突然出现把拉诺提到了半空 随即又把他重重砸向了阿兵 根本不给他们任何说话的机会 就在这十几个朋友匆匆改道 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人架出了佛堂 随后众人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也就是在此时 大家才了解到阿德死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阿德在村子里受尽欺凌与嘲讽 于是就想到了去寺庙里受戒成为僧人 毕竟僧人在泰国有着极高的地位 不料这一想法竟然遭到了父亲的奚落 父亲的话像一根钢针深深刺痛了阿德的心 仅有的罪言也在父亲的怒骂声中荡然无存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当阿德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讲给寺庙住持时 对方竟然真的拒绝了他 寺庙并不会因为他的长相区别对待 住持的本意是想让阿德自信自强 不希望他仅仅只是为了得到大家的尊重而选择出嫁 佛法讲求四大阶空六根清静 如果阿德无法摒弃世俗的眼光 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修习佛法 没想到这些话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德执拗地认为所有人对他都有偏见 于是他偷偷躲起来给自己落发剃度 身穿代表着圣洁与纯粹的白色僧衣 跪坐在神像面前整夜不起 向佛祖抱怨命运的不公 随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鬼头面具 第二天大家就在佛堂里发现了阿德的尸体 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所有剃度受戒的仪式上都能看到阿德的鬼魂 为了避免阿德继续作乱 众人商议把他的尸骨挖出来超度火化 或许感受到大家的善意后 他就会离开人间再入轮回 而这个挖坟开乖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小时候经常欺负阿德的兄妹俩身上 接下来众人兵分多路 四个人去往林中的墓地挖坟 阿兵和阿诺则来到了阿德的住处 希望可以找到他生前喜欢的东西一起火化 小和尚带着他的朋友回到那座佛堂 准备把那根基宰着乐器的上吊绳给割掉 没想到好友刚刚爬上脚手架 下面的小和尚就看到了阿德的鬼魂 吓得他拉着脚手架一通乱跑 好友凭借超强的臂力掉在半空 仇嘴机会再次跳回架子上才勉强获救 最终两人的行为以失败削告结束 负责挖尸骨的小分队也并不顺利 他们从白天一直忙到了晚上 好不容易撬开了乖果 就在他们准备把尸体抬出来的时候 木坑里突然涌出了大量的血水 兄妹俩相互拆扶着尖乃爬了出去 但阿德似乎并不想放过他们 树林中的藤蔓突然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柴住了兄妹两人的手脚 紧接着阿德的鬼回出现 但他并没有伤害两兄妹的意思 还是想让他们因为恐惧而尊重自己 随后又悄无声息的离去 或许直到此时 两兄妹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镜头来到阿兵这边 阿德死后他的父母就掰离了村子 如今他们的老房子早已荒废 两人来到阿德的卧室 在靠近床头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痕迹 阿兵瞬间想起了小时候他对阿德的承诺 当时母亲带他离开村子前往曼谷 他答应阿德下学期一定会回来看他 于是在他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每过一天阿德就会在墙上刻下一道痕迹 派望着早日与阿兵见面 直到最后彻底失去了希望 没想到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小时候的歪剧车突然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阿兵刚准备伸手去捡 歪剧车竟然从楼百街的开孔掉了下去 阿兵俯下身去看向一楼 不料一双鬼手突然伸出 幸好拉诺反应及时 仅仅拉住阿兵才没有直接摔到一楼 但此时他的头部和电风扇只有几寸的距离 紧接着电风扇开始快速拽动 而阿德的鬼魂就坐在不远处静静的看着一切 此时电风扇的开关已经失效 阿诺只能用木柜强行把风扇挡了下来 就在这时蛇神纳家及时出现 随即又变身成了拉冰梦中出现的那个男人 仅仅只是这一瞬间的功夫 阿德的鬼魂就已消失不见 男人也随即跟着一起消失 似乎他们与阿兵有着什么割舍不断的渊源 三路小分队全部杀鱼而归 大家再次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就在这时阿诺又想起了墙壁上刻的痕迹 一段尘封的记忆再次涌入阿兵的脑海 他记得有一次两人在河边玩耍 阿德的腿部突然抽筋失去了平衡 阿兵看到后直接潜入水下进行营救 但由于事发突然加上能力有限 阿兵很快就感觉到力不从心 只能快速浮出水面 但最后一秒他竟然在水下开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两条缠绕在一起的那家蛇神雕像 紧接着妹妹给我们讲述了这座雕塑的由来 传说那家蛇经过佛祖的点画便可成龙 但有些蛇却主动放弃了成为神灵的机会 只想世世代代守护自己的故乡不愿离开 他们吐出龙珠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 代表着永不背派自己的誓言 传说里面还提到 只有那家蛇神的后人才能看得到水底的雕塑 可能是内心的愧疚作祟 阿兵回到这里就开始不断的梦到落水 第二天阿兵再次来到了那座佛堂 希望可以为当年没能信守承诺而道歉 可这番话并没能打动阿德 因为他心里早已认定 阿兵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阿兵睡间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他又在这里见到了梦中出现的那个男人 对方自称是阿德的前世 所以才会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避免阿德做出过激的行为 再造杀孽 而且阿兵和阿德都是那家蛇神的后人 他们的祖先紧紧交织在一起 所以两人才会在今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说完后男人随即消散 只给阿兵留下了一句话 等阿兵醒来时已经来到了晚上 只见周围燃起了熊熊大火 原来就在两分钟前 几个随友为了尽快解决掉麻烦 竟然做出了火烧佛堂的决定 彼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兵正身处其中 眼看火是越来越大 阿兵正要离开时 阿德的鬼魂再次出现 直接控制绳子套住了阿兵的脖子 外面的几个朋友 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想冲进去已经为时已晚 危机时刻天空突然炸雷四起 一大团乌云迅速聚拢到了寺庙上空 雨水如同瀑布般倾泻直下 迅速浇灭了佛堂周围的大火 或许阿德并不想真正的杀掉阿兵 只是在为内心积载的怨气寻找一个宣泄口 随后两条纳家神蛇陆续改道 并用他们的身体把两人远远隔开 在蛇神的帮助下 两个人多年前的误会终于解开 原来当年阿德沉入水底 阿兵上岸后并没有其他于不顾 而是第一时间寻求路人的帮忙 只是当他们再次回到河边时阿德早已上岸 两人的误会也从此越来越深 恍惚间阿兵又一次跌入水中 还在水下看到了阿德下沉的身影 这一幕与当年发生的情形一模一样 阿兵自至曾经抛下过好友一次 他绝不允许同样的遗害再次发生 当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阿德竟然一反常态推开了他 心中的误会既然已经解除 也到了说分手的时刻了 阿德要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但阿兵从坏境之中醒来 周围的一切又都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众人又一次解救了一个迷失的灵魂 几天后佛堂的修帅工作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工作由寺庙住持负责 阿兵等人正式拜别后离开了村庄 回到麦谷那天正好赶上了阿诺的生日 大家聚在一起为他庆生 不料阿诺又一次听到了奇怪的音响 其他人也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 以上便是鬼似凶灵似的全部剧情 整体来说本片依然延续了前几步的路线 恐怖之余拆砸了很多对于人性的思考 无厘头的搞笑怪揣整个电影 但由于本人不太喜欢这种风格 便没有剪辑视频里 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在老位置 供大家自行欣赏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